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突破上万极限 突破下万极限 这边做了一个回档 但是回档 这边又遇到上万月线 上万月线又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所以这边或许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来运量一个暴点 那关于暴点的先前 我们也一再跟大家追踪过 在2008亿的金融海啸 也不是一下子下去之后 然后就马上一路下去了 它们是下去之后反弹上来 反弹上来让你误认为是一个回升行情 最后出现暴点才往下杀 所以SP500这边或许还需要时间的运量 在我们看到废半 废半这边也需要时间的运量 那废半这边跌幅是比较大的 今天在上礼拜有时候 有稍微跌破这个月线 所以后续我们要观察一下 观察什么 观察这月线的这个区间下缘 这个铁板区会不会有效跌破 那如果跌破的话 这边回撤前坡地点的几率 就开始增加 那至于说美股为什么跌幅这么大 我们可以看到最主要是因为这些的原因 包括一些经济数据不是很好 或是财报也没有说太好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川普讲了一些话 那这边三个数据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美国PMI PMI这边这数字是大幅下降 比三月份的时候还要来得低 这PMI数字我们都知道 50是一个龙枯线 那低于50这边就代表说 景气真的出了一点点的状况 那三月已经开始不好了 四月又是这样的景气的话 那这边就要后续要开始小心 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 封城的后桌力才刚刚要开始显现而已 再来我们看到苹果财报 苹果财报虽然说有稍微优于预期 但是他这边也不提供猜测 上上也开始担心说 这边苹果的销售会不会真的 苹果销售会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使得这个苹果 这边也是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的麦压 再来我们看到最重要是川普讲了一些话 川普决定对这个中国 再施加严重的关税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不甘寂寞的难人 因为目前大家的焦点 是都是放在疫情上面 那他今年要选总统大选 他必须要有一些板面来驳回 他这个一个选情 所以在上礼拜五或上礼拜四 因为这三样因素 所以使得美股呈现一个拉 呈现一个拉回的动作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台股 台股在下礼拜我们也是跟大家提醒 那个来到1万1000点 已经是一个相对压力区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季仙扣跌位置 就是刚好扣跌在这个附近 同时这边也是一个起跌点 所以来到这边 获利跟套牢的漫压会跟着涌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就是顺势做了一个压回 但是比较麻烦是压回的过程中 你可以发现今天盘非常硬 因为有很多各国是呈现一个 开低走高的现象 所以这盘还需要时间的酝酿 所以在季线跟月线这边 去来回做震荡 来回做震荡 那等待什么 等待把这个季线开始慢慢拉平 季线慢慢拉平 然后这边短期均线 跟中期均线开始纠结之后 那个突破或是一个跌破 跌破或突破就是一个方向 所以这边你要好好密切去留意 一旦季线开始跌破 那后面就要开始 做一个大幅度的回撤 那如果说这边有机会 开始做一个突破的话 这边就有机会开始 走一个回升行线了 所以季线跟月线这边 你要特别留意 同时中哥这边要跟大家做个小叮咛 就是我们看到 MIS恐慌指数 MIS恐慌指数 这边已经开始 有在一个热灶行情 有在往上去做突破 月线跟季线 它今天都已经站上了 所以我们后续 要好好密切留意 这两个方向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季线的方向 一个是月线方向 只要这两个方向 一旦改变之后 后面就有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那这边中哥就叮咛了大家 要好好盯着 那一旦跌破的话 中哥最担心的是 后面就会有一个 主跌断的一个砂盘 因为风陈后缩力 目前才刚刚开始要显现了 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经济数据 的确都不是太好 那这样的经济数据 你要中哥乐观起来 说实在 也不是那么容易 虽然月线的支撑 你要好好紧盯着 以上谢谢 好我们感谢龙哥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及时的彩晶消息 也欢迎加入 志龙哥的LineAd或Telegram 彩晶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拜拜